斗罗大陆动画246集的预告中,唐三第一次被魂兽打得濒临死亡。 要知道,哪怕是十万年级别的魂兽,唐三也是丝毫不畏惧的,可是按摩鞋神虎是特殊的,他和唐三一样都擅长越级挑战,为了对付按摩鞋神虎,唐三也是将全身解数都使出来了。 单单靠海神三插几神器,还无法对按摩鞋神虎造成威胁,于是,唐三考虑使用耗天锤来对付按摩鞋神虎。 可是,在对付按摩鞋神虎的过程中,唐三发现耗天锤的魂环突然消失了,原来唐三已经中了按摩鞋神虎的圈套。 按摩鞋神虎特殊的技能生死竞技场发动,唐三身体变小了。 小到六岁的孩子,面对同样变小的按摩鞋神虎,小唐三也别无选择,他只能硬着头皮战斗下去。 好在按摩鞋神虎也一起变小了,如果以正常的形态和变小之后的唐三战斗,唐三绝对是必死无疑。 这一次在生死竞技场对战按摩鞋神虎,熟悉的小唐三也再度回归。 小唐三虽然个子小,实力却不容小觑,身手还是了得。 面对按摩鞋神虎,小唐三还能使用按器攻击,诸葛神奴也再度变成了神器。 诸葛神奴虽然是最简单的唐门按器,但是对付年幼的按摩鞋神虎也够用了。 之后,唐三也表示,按摩鞋神虎是他迄今为止见到的最聪明的魂兽,对按摩鞋神虎表达了深深敬意。 只可惜按摩鞋神虎并没有完全被唐三吸收,唐三只是吸收了他的魂环,神秘的珠子去了另一个次元。 在击杀按摩鞋神虎后,唐三接下来还需要和人面魔珠黄战斗,紧接着就是千军乙黄三兄弟了。 这乙黄三兄弟可不是简单的角色,他们的等级都高达9万年,三投9万年级别的魂兽一起对付唐三。 唐三也会觉得有些吃力,但是再怎么困难也绝对比按摩鞋神虎容易。 千军乙黄三兄弟是品性非常差的魂兽,他们喜欢吃同类,而且就是靠着这些恶心的手段逐渐修炼起来的。 他们还试图霸占泰坦巨园和天津牛莽居住的湖泊,毕竟这里的资源很丰富,唐三怎么可能让三个败类污染大明,二明的栖息地呢? 最后,唐三杀死了三投千军乙黄。 在唐三吸收三大魂环的时候,千刃雪还将出现在附近偷窥唐三。 唐三很快就可以见到老乡十了,开心了。 对此小伙伴们怎么看?欢迎留言讨论,谢谢!